看到目标从公寓内走出来 一票埋伏已久的黑衣人立刻拿着棍棒下车 还叫另一辆车堵住去路包围对方 把被害人打趴在地还拖行强压上车 同行朋友想开车门救人还被辣椒水攻击 被害人当街被掳走 原来是被载到医院门口丢包 他满头是伤自己走进急诊 最后由医院通报事情才曝光 31岁张姓祖贤和两名小弟事后落网 他宣称被害人欠他赌债才会料人讨钱 至于另外两名小弟子当天在场 两辆轿车的车主也躲不了 但警方不排除背后有帮派 他们只是受到委托前往讨债 由于被害人有赌债的问题 他时常会跑到困杨这个私人的小神坛 来求财希望能赢回来 没有想到因为太过频繁 行踪反而被对方掌握 南港这个私人小神坛 外传在求财方面特别灵验 但因为隐藏在公寓楼上 连附近邻居都很少听说 临心被害人疑似玩网络迁赌 欠下赌债高达180万 才会三不五时就来拜拜 奇怪的是他现在相成这样 却始终坚持不提购 难道是有把柄在对方手上吗 就连警方在做笔录时 他也针对案情避重就轻 说不认识对方 但偏偏嫌犯说认识他 且目标明确显然有隐情 而现在还剩下四个人在逃 一切的答案恐怕还得等他们都抓到 才能逐渐评测出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猫